澳門國際影展器頒獎典禮 這日盛大舉行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中國機場 就有份應邀參展 主角張咸宇和導演劉偉強 一起亮相 分享了拍攝期間的藍王經理 劉偉強就大爆用了近三千萬 做了一架模擬機 拍攝過程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不但參與拍攝的演員 要有健康證明 就連他自己拍完一個鏡頭 都覺得頭暈 高血壓的不可以 不可以做我後面的演員 有心就命不行 因為他們每天坐在飛機上 真的好像模擬一樣 整天的 有時我在窗裡拍完一個鏡頭 其實我都暈 所以我要求 除了他們有演技之外 還要有身體可以適應 至於少女時代成員林韻儀 這天就悉心打扮現身 還獲得美國中藝雜誌 跨越亞洲明日之星的獎項 不知道貴為韓國最賣座 電影女星的韻儀 又有沒有打算進軍國際呢 以不同的形式來致敬 同樣獲得明日之聲獎項的日本藝人 片記梁泰就說希望可以和韻如合作 作詞・作曲 李宗盛